中国足球呢 在这个和阿曼的比赛后呢 中国足球这个 十二强世界杯外围赛的这个神奇之旅呢 所谓的神奇之旅呢 将走到了尽头 因为中国足球呢 中国足球队呢 国足在对阿曼的比赛中呢 一比一打平手 然后呢名列小组倒数第二啊 彻底失去了这个进军世界杯的机会 理论上还存在 理论上是什么意思 理论上我我我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啊 所以这理论上是不存在的 当然理论上存在就是说 他后面市场比赛都要大比分赢掉对方 比方说要赢澳大利亚 要赢伊朗什么这些队 他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离帖呢 基本上要下台了 中国足球 说中国足球的略根就是中国足协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腐败的 腐败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一个机构 所以造成了美 这个中国在多年的 搞了多年的这个中超比赛之后呢 水平不升反降了 已经降到了和缅甸越南 一个档次的这个水准 14亿的大国选不出11个会踢球的人 这实在是一种耻辱啊 对不对 你怎么你都你找11个会飞檐走壁会功夫的人都不应该不会踢球啊 对不对 你找11个人旅航员都能找到你还找不到11个会踢球 就是因为中国足协呢实在太腐败了 你知道他们只知道去搞钱 去做商业运作 就像就是勾结恒大这种 这种这种房产房地产企业 对不对 在里面炒作球员 盲目的引进外援 对不对 表面繁荣 中超 对不对 世界上拥有超级联赛的只有 这足球强国西班牙 意大利 英国和这个 还有哪里 就四五个国家 而中国居然是其中之一 中国足球这么落后 全世界排名在80位以外 你还搞什么狗屁中超联赛 中超联赛肥的是这些开火锅店 抱空姐的这些老爷班的球员 还有那些来中国淘金的那些洋枪洋炮 可是中国的足球呢 每况愈下 几乎成了国人 就是觉得 耻辱 对不对 你还在踢 你踢啥踢的 越南缅甸都踢不过了 对不对 阿曼都踢不过了 还要去踢球 丢我们华人的脸呢 中国应该取消足球 取消足鞋的 不要再出去丢人了